这是一只心形阿飘 她能自由穿梭于黑夜 唯一惧怕的就是功 二十年前 小丽萨正在画画 但身后传来动静 等她再回头 画本已经消失 而衣柜里却传来一阵土土改改 小丽萨很奇怪 她壮着胆子碰了一下门 声音戛然而止 再开灯 她的画本从天而降 可内容已经被修改 父亲被涂黑 中间却多了一个安娜 二十年后 小丽萨已经忘掉了这段记忆 但是现在 安娜又回来了 一天前 她的基地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丽萨不敢大意 她带着男友想回家询问母亲 可母亲没在家 但丽萨却找到了相关信息 原来 安娜生前患有日光症 对光源极度过敏 她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 她认识了丽萨的母亲 两个人迅速成为闺蜜 可不久之后 母亲康复出院 而安娜却愈发严重 她在治疗过程中 化作了一堆交谈 从此寄宿在丽萨的母亲 也就是爱玛的意识 她是爱玛围禁乱 想抹掉一切与她有关的人 爱玛的两人战火 皆属于非命 丽萨明白了一切 但安娜出手了 房间陷入黑暗 安娜在无故间 她抓着丽萨的吊坠 将她高高提起 丽萨手脚并用黄魂大漠 好在男友马可出现 屋外的光亮驱赶了安娜 丽萨落荒而逃 但后脚爱玛就带着莱迪回了家 更恐怖的是 爱玛不支持了什么名字 她关了灯 莱迪神经瞬间解封 果不其然 安娜现身 爱玛竟然让莱迪叫安娜爱玛 莱迪被害得魂飞破散 她迅速冲抢台灯 可台灯明显被破坏 安娜气急败坏 她一巴掌甩飞了爱玛 千军一发 莱迪按下了开关 她再也不敢相信母心 她找到了丽萨 姐弟俩刚会合 前方就传来指尖挠闷的声音 丽萨很紧张 她按下了开关 衣柜里并没有东西 但 莱迪被拖到了床下 莱迪三步并两步 浑身肌肉发力 她想赢了安娜 两个人被吓得不轻 他们打算和母亲摊牌 但爱玛却对此避而不谈 无奈 三人决定过夜 但首先 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蜡烛 灯泡 一个都不能去 夜幕降临 整个房间灯火通明 莱迪让男友睡客厅 而她则打算陪祭地 可无时刚过三刻 一变就来临